透过学习佛法,也能够帮助青少年减少因为一时冲动而犯罪的机会 现代社会提倡爱的教育,不鼓励提罚 希望老师尽量以口头劝导的方式来规劝学生 但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是非对错观念尚未完全建立好的情况下 难免容易因为一时了冲动而犯下罪行 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多接触佛法 来安定他们的心灵,了解因果关系,在做任何事情前能多想两分钟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一定要从这三方面折手 第一个,应该要给老师有那一种适当的体罚的那一种能力 那父母亲要配合老师来教化小孩,不要太厉害小孩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钱啊,不要太刻意给小孩子 那一种维护或那一种完全的那个溺爱 要给小孩子一点侧褐 从侧褐里面去成长自己 那第三个,你对小孩子这种社情的这种网路 你要把它锁起来 现在往,比如说这中华电信 它本身都有这种方面的功能 把这些社情和暴力,杜绝掉这种功能 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这样的话就能够慢慢杜绝我们的小孩 越来越年轻,就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有这个暴力倾向 那还是根本知道 现代父母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难免会有些过度溺爱 其实有时候适时给孩子们一些管教 给老师们一些适度的空间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教育孩子是需要父母与老师之间的双向沟通 绝不是单方面的责任或工作 毕竟孩子将来都是国家的主任翁 从小就建立好观念是很重要的 法界新闻,欧志颖,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